兩位在1月20早上7點30分 那有這個見面 高雄港傳播鏈 卻讓高雄市府如臨大敵 因為案18755 只因跟確診的案18352 工程航員工 短短接觸幾分鐘 就遭到傳染 在停機車的這個部分 曾經有過停留 這兩三分鐘當中 那在密閉的空間裡面 有曾經出現過這個接觸 因此除了案18755 小港 前鎮以及新興區 六個足跡公布清宵外 市府29號還在他們居住的公寓附近 設置了採檢站 讓附近住戶前往篩檢 另外一條傳播鏈 宜蘭郊西飯店旅遊回來的一家人 基因定序是OMCO美國租 但也出現擴散 小孩的幼稚園的情緒感染 原來大寮這一家人 案18749的五歲幼童 傳給案18771的班上女童 目前全校師生共兩百多人 也被匡列隔離 另外 媽媽案18703 在23號吃飯時 還傳染給案18773 及案18774兩位友人 而且他們的足跡還相當廣泛 案18773光三天內就跑了征仙 屈城市 以及大潤巴塞內八個足跡 至於案18774 在鳳山一間蒸飯店工作 他匡列前一個多小時 為了工作就跑七個地點 包含知名的風衣面線 便當店也讓外界相當擔心 他好像有去疹的足跡啊 我不知道咧 上次來你們還沒聽說啊 雖然多數地點已經完成清銷 恢復營業 但市府仍公布足跡 希望有到國的民眾多加注意 避免疫情持續擴大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